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我是Jay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 在新加坡的一个三房市政府储物的小卧室 你要睡觉,你要做工 简约的装修,简约的做面 在一个不到8.8平方米的小房间办公是什么体验 走,今天带你去看一下 好,首先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 我们当然要从floor plan 开始 那个房间的结构 所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一个房间 这种80后的政府组屋 他们好像已经设计好给你了 你的衣橱也就是可以放这一边 你的床也就是这一边了 然后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小脚头很奇怪的 这个就是给你放你的床 然后你的床也不可以买太大 最多只可以queen size 不可以queen size 这整个房间就不到8.8平方米 所以当时我们搬进去的时候就有一点潮衰了 床头其实也没选好 然后那个装修商把我的尺寸给量错了 我跟他讲0.8米 他跟我做1米 所以我的床其实是没有贴墙的 给你看到这个小头吗? 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小小头 就是给你的床刚刚好放进那个缝 所以我睡了两年 我的床是歪的 睡得很不爽 所以就是想装修一下 看一下有什么好办法 所以床放下去 我的桌面也就只有这样 这样子是大概0.5到0.6米 所以笔记本放下去 其实也没有什么地方放其他的东西了 我想放一杯水 我都觉得危险 然后就有一个很奇怪的idea 我就买了一个吧台 一个bar counter 因为流行站着做工嘛 所以我就买一个bar counter 然后买一个bar counter 我就得买一个笔记本价值 然后也要买一个无线键盘 买了买去 我只用了两个星期 其实当时觉得站着做工 有一点health benefit 可是一点都没有 甚至我要走去冲凉房的这一个路 也很窄太窄了 所以我当时就把整个idea scrap掉 我把所有的东西卖掉 给吧台卖掉 价值卖掉 当时可能放这个吧台就因为想放一堆喇叭 对不对做工的时候有一点音乐 所以可是后来可以全部卖掉 然后就在想到底要不要重新再玩一下 看一下怎么简单的装修 然后我就把我的床推到窗口那边 然后我就看大概有多少位置可以给我玩 所以我就开始画了拍照 然后画我都在想可以放一个桌子 然后我还需要考虑到就是我后面就是这一个衣橱 然后我衣橱还要给位置开 对不对 我的不是sliding的 我的是casement door 然后我就开始画 我甚至在想要不要放一点吊柜 然后我就开始画 这个是front view side view 3D view 就连那个床头上面 我可能也是要放一点吊柜 给增加我的储存空间 所以可是看来看去 床上放吊柜的压迫感有点重 给有点太大 所以我就拿掉 有没有拿掉了 然后又重画 又重量又重画 画到来 OK 我有叫装修商上来看一下 帮我量一下 看一下那个预算多少 可是最后呢 画来画去 我把整个上面这一部分取消掉了 OK 所以最终最终 这就是我们 我所要完成的工程 所以当天他们来之后 这些其实就给你们看看 这些就是我本身记录下来而已 所以他们上来装 床头终于拆掉了 这个工程其实很爽 看到那个床头丢了 一点都不可爱的床头 然后这一个小柜台 这个梳妆桌也是拆掉 然后重新做 这就是差不多要完成的成果 所以现在我带你去拍一下真实的照片 真实的视频 看这个最后的结果 成果是怎么样 好 在这个时候 我就开始慢慢把我的喇叭 我的电脑 所有的小东西都摆上去 还有一个加分的地方就是 我的床边不需要有一个柜子 这个床头刚刚好 可以给我放个遥控 放个闹钟 放个电话 有的没的 所以到这边东西已经差不多了 下一周我们就来讨论 简约的桌面到底会有什么东西 好今天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的装修还可以的话 你想知道哪一个装修商 今天都给你介绍 他就是贝先生 其实他不是装修商 他只是在新加坡有自己的 木做木的工厂 所以我是觉得他的手工真的很不错 然后服务也很好 很有耐心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直接找他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请帮我点个赞 然后也可以关注我 大家好 我是J 现在就给你们看一下 装修后在家办公的爽 在街角的咖啡店 我会带着想念 会说寒暄 和你坐着聊天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看看你最近的感觉 看看你最近的感觉 不再去说从前 只是寒暄 对你说一句 对你说一句 只能说一句